英國知名林梅 她最近舉行一張拍賣會 引發了討論 她拍賣什麼東西 是一個娃娃 它是一個玩具 因為出身林梅世家的她 她拍賣祖父留下來 畫面上你看到這個娃娃 但她特別提醒鏡標誌說 這個玩具木馬會自己動 原來她是用來召喚靈體的媒介 但周某哥 有人敢出嫁嗎 這拍賣的主人是個媽媽 她叫凱莉 那她就是像你畫面當中看到的 那是她的玩具木馬 她要拍賣 可是她在拍賣的文中寫到 除了價格300英鎊不貴之外 但有一點我必須要提醒 要買的人 注意事項 這這匹馬 她如果沒有人去碰它 也會自己動 她說這裡頭似乎有靈體附身 第二她還講 她說這匹馬會瞬間位移 那當然很多人就問 因為7月31號就要拍賣了 很多人就開始問 說為什麼你這馬會這麼奇怪 她說不瞞您說 我的外征祖父是靈媒 在1940年代買下了這匹馬 他們是靈媒家族 對 但是靈媒 你買的馬不代表它就是靈馬 對啊 這怎麼回事 她說因為她的外征祖父 會用這匹馬 在做法式的時候 用來召喚 另一個世界的靈體 有沒有 就有點類似一個召喚的媒介 像我們在電影當中看到 那有時候可能有人用碟子 有人用木板 有人用筷子筆 她用木馬 好 那凱莉就講 她說我自己小時候的時候 就親眼見識過 外征祖父做這件事 而且她還看到說 這個馬有沒有 明明沒人 然後自己在那裡 晃來晃去 有這樣晃動的聲音 然後過去一看什麼都沒有 她說最讓她 感到驚駭的是 本來再放來屋頂隔絡 結果突然 下一分鐘 沒人搬 出現在客廳 怎麼可能 然後她講 她說現在她不得不賣的原因 是因為她小孩出生 她小孩不敢靠近那匹馬 一般小孩看到就會想上去騎 她說她小孩不敢 她覺得那匹馬 會不會越來越邪惡 好 那講到這種 會有靈體附身的玩具 就會讓人想到娃娃 我知道看過電影 安娜貝爾 或者是恰吉 對 但是我告訴你 現在有一個美國的娃娃 叫安妮 被人家說現在是21世紀 最恐怖的娃娃了 更凶更狠 來 說這個娃娃故事的人 叫做馬特 馬特他講 他在2020年的時候 也是一樣在網路上 買下這個娃娃 但麥家有講 他說這個娃娃 其實有一段悲慘過去 的故事 馬特本來不知道為什麼 就買 買來完畢之後 他把它放在一個玻璃櫃裡頭 就發現這個娃娃 安妮 她會流淚 會哭 會哭 在玻璃櫃裡頭 又沒有人去動她 才怎麼莫名其妙會哭 然後她後來 感覺放了一個靈魂太熱氣 就放在這個娃娃 玻璃櫃的旁邊 監視她 你現在聽喔 這什麼聲音 靈魂太熱氣發出聲音 對 她平常不會發出聲音 她旁邊有放一個探測器 那她為什麼現在發出聲音 代表她探測到東西了 妳講對 這都是馬特的說法 但是這段影片讓人家看得很毛 點閱率非常高 好 那這個由夜間監視器所拍攝到 靈魂太熱氣所發出的 這樣的一個聲音 就代表說有靈體靠近 我問 為什麼這個安妮娃娃 會有這樣子的現象超自然呢 她到底有什麼樣的故事 人家不是賣她的人說 她過去有段飛彈過世 後來馬特 她就去追本溯源 發現原來安妮原來的主人 他們是一家人死於大火當中 而那個屋主不甘心被火燒死 所以她靈體會附在 這個安妮娃娃身上 三不五時就會附在她身上 這也就是為什麼 她會流淚 其實是那個靈體流淚 馬特超瘋狂的 她有時候還把那個淚 摸了一下那一場 她說是痠的 而就馬特研究的領域 她說只有磨的淚才會是痠的 好 那為什麼會有一支嗶嗶叫 靈體探測器的聲音 就是表示她的主人 又要上她身了 但最可怕的是 主人是怎麼死的 被火燒死的 對 火灘 她說這個安妮娃娃 也會不自覺的自然 臉部 衣服 難道是在還原 當時主人被燒的整個過程嗎 說這個娃娃會自己自然 然後會有燒焦的痕跡 對 當然這是馬特的說法 不過馬特最後還講 他說你不信 你一定覺得我講得很誇張 可是我還有人證 因為馬特本身是一個 超自然研究的團隊 就在她買下安妮娃娃的隔年 竟然發生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是有詛咒嗎 他們團隊五個人 竟然在同一天 發生了你所說的火的詛咒 同一天家裡全部失火 都是跟火災有關係 同一天 同一天全部失火 怎麼可能那麼巧 所以他才講 他說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靈力 還有監視器這樣監視之下 他還敢堂而皇之進入 令馬特感到惶惶不安 不過講到惶惶不安 你就會信奉神 古埃及文明我們都曉得 冥界的冥王就相當於我們的閻羅王 是誰 阿努比斯 阿努比斯 很有名 人生狗頭 不對 不是狗 那其實是狐狼 狐狼就專門在吃腐屍 吃屍體 所以其實他化身為冥王的頭 滿有連結性的 因為冥王不就是在處理 死者的遺體嗎 對不對 但是阿努比斯你只看過他的雕像 你可能會在法老王的陵墓裡頭 看到這樣的雕像 拿著鞭子 束著耳朵 但你有見過死神的本尊嗎 我告訴你 現在在英國的曼徹斯特博物館 而且還是館長親自出來說 我們這裡收藏了一個 古埃及法老陵墓裡頭的死神雕像 叫納不息怒 它會動 紅光捐助的這個就是他們 監視器 縮時攝影所拍下的 有人動它吧 鍾伯哥 怎麼可能自己轉 你有看到人 你看到人我更害怕 沒有人 他自己在動 對 而且這個不是別人 什麼小員工爆料 是館長說的 他自己嚇一跳 你看 我們利用縮時攝影讓你看到 白天的時候 他會故意轉成背面 你是遊客 我本來這個 我們說的這個納捕西努 頭25公分高 頭是向著你對不對 然後就這樣 他不想給遊客看 白天 他不想給你看 他轉過去 好 那館長就講 他說這個櫃子的鑰匙只有我有 一 要嘛這真的是有超自然力量 二 要嘛他說謊 不過英國曼徹斯特館長 當然不會說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納幣西努的 這樣的一個死神雕像 他的歷史是什麼 他的故事是這樣 他其實只有25公分高 不高 但你要知道不高不代表他不可怕 所以他是很小一個 對 因為他是放在 在我們以前法老王 或者是王公貴族的陵墓裡頭 放在裡頭幹嘛呢 我們都曉得 古埃及的人相信死後必能附身 通往冥界的道路 要由死神指導你 有沒有 所以才會有以前我們說的這種 曹子寫的通往死亡之路的說明書 對不對 那這個雕像它有3800多年的歷史 他們懷疑當時放在木乃伊的旁邊 就是要讓這個木乃伊的死者 如果有一天 他要是被人盜墓的話 他無法再生復生 那他可以藉由這個靈魂 跑到雕像裡躲起來 等到來年被你挖出來的時候 他再復活 所以他的靈魂會藉由這個雕像 附著在上面 所以你看他說 古埃及人們相信靈魂的容器 但是館長說 會不會也是一種法老的詛咒 講到這邊 我們大家都聽懵了 這時候還是有一種科學的解釋 就是這會不會是一種物理現象 物理現象 來 結果就有一位工程師 他叫Gasling Gasling說 我跟你講 其實這個雕像 現在它這樣會動 會背對著你 不想給你看 是因為人經過震動所造成的 博物館門口車子經過所造成的 因為我們剛剛看這個加速 就是加速的時間畫面 看到旁邊又有非常多的車跟人流 走來走去 動來動去 最好是 這怎麼可能會讓它這樣動 原來 揭秘 因為工程師說 這個雕像 它本身就有一點底座凹凸不平 你又放在了一個 非常光滑的玻璃板上 所以稍微有些許輕微的振動 就會導致它不平衡 開始轉 開始轉 所以 一點點 一點點的位移 百一天才有車 百一天才有人 所以百一天才會轉 它還放了一個加速器 來證明它真的有在轉 好 這是科學的解釋 不管你認為館長說的是法老詛咒 還是真有靈體的轉移附身 或者是科學所造成的震動 這就看你相信哪一種說法